英格兰童话 金河王 约翰·拉斯金 著 第一章 从前 在一个僻静的山谷里 住着三兄弟 名叫施瓦茨 汉斯和格鲁克 他们因贪婪和残忍而被称为黑兄弟 有一天 一位奇怪的小绅士 来到他们的农场寻求庇护 尽管他的兄弟们反对 格鲁克还是允许他进来 并分享他的食物 老人用湿斗篷制造了混乱 但格鲁克的善意并没有被忽视 当兄弟们回到家时 他们发现房子被暴风雨摧毁了 老绅士警告他们 这是他最后一次拜访他们 第二天早上 他们发现山谷被洪水毁坏了 一切都被一扫而光 只剩下老先生留下的一张卡片 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西南风 时尚先生 第二章 在一场毁灭性的干旱之后 兄弟们成为了金将 但他们将同与金混合的尝试失败了 在绝望中 最小的弟弟格鲁克收到了一个会说话的神奇杯子 马克杯变成了一个金矮人 主动提出要帮助格鲁克 他说如果有人将3滴圣水倒入黄金盒中 它就会变成黄金 但有一个问题 只允许尝试一次 而且如果有人使用邪恶的水 他就会变成黑色的石头 格鲁克开始了他的探索 但他的兄弟们出于贪婪 跟随他并使用了邪恶的水 他们变成了黑色的石头 格鲁克学到了关于我们行为的后果的宝贵教训 格鲁克倒下了圣水 小矮人变成了新的金盒之王 他选择慷慨 利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第三章 开始时 汉斯踏上了寻找金盒的危险旅程 他从教堂偷了圣水 但冷酷无情地拒绝与 垂死的狗和口渴的孩子分享 故事就此发生黑暗的转折 当汉斯到达金盒时 他将圣水倒入盒中 突然一片黑暗 笼罩了整个地区 他掉进了盒里 汉斯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第四章 汉斯失踪后 施瓦茨相信 他已经变成了一块黑石头 现在所有的黄金都归自己所有了 但格鲁克很担心 并努力赚钱来支付哥哥的罚款 施瓦茨被释放后 格鲁克给了他钱 并要求他去找汉斯 施瓦茨付钱给一个糟糕的牧师 购买圣水 然后出发去寻找金盒 在旅途中施瓦茨遇到了与汉斯相同的考验 拒绝与垂死的孩子和老人分享他的水 当施瓦茨将盛水倒入金盒时 他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 河水吞没了他 兄弟俩都变成了黑色的石头 第五章 格鲁克踏上了前往金盒的危险旅程 他感到自己对兄弟们的命运负有责任 一路上 他遇到了考验他的善良的时刻 到达河边时 格鲁克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倾倒了露水 使贫瘠的山谷恢复了生机 金盒之王祝福他打破了贪婪的循环 格鲁克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物 与穷人分享他的财富 山谷繁荣昌盛 这个传说流传开来 提醒人们善良和无私的力量 金盒继续流淌 承载着这一宝贵的教训 让我们记住格鲁克和金盒的故事 努力用仁慈打破贪婪的循环